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梁山最不想接受招安的两位好汉,能力都非常强,其中一人得以善终,曾经在县衙做过雅思的宋江, 虽然在江湖上也有一定的名气,帮助过朝盖等江湖中人,但他内心却从没有想过要落草为寇,奈何天意弄人,有些事情并不是他能左右的,在他将要被砍头时,被梁山人马救走了,无奈之下只能入火梁山,成为山寨中的一员,纵观整个梁山博,很多人的资格都比宋江要老,但由于宋江以前救过总债主朝盖, 加上他的能力也不错,很快就成为梁山博上的二号人物,并在朝该死后坐上了老大的位置,虽然宋江曾带领众好汉,打退过朝廷军队的围攻,但他的招安之心逐渐显露,最终如愿以偿必接受朝廷的招安, 其实,梁山108位好汉当中,在朝廷这件事情上分为两派,一派是支持,另一派则是反对,在这些持有反对意见的人当中,有两位好汉最不想接受朝廷, 而且他们二人的能力都非常强,资格也比宋江老,其中一人因提前离开,最后得以善终,有人认为,这两人是行者武松和黑旋风李逵,并且给出了以下理由,武松性格直爽,曾直接目对道, 今日也要朝廷,明日也要朝廷去,冷了弟兄们的心,暴脾气李逵更是天不怕地不怕,说得比武松更直接粗暴,大吼道,朝廷,朝廷,朝廷鸟安,如果仔细分析的话,尽管武松,李逵不希望被朝廷,而且还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意见, 其实,林冲和公孙胜二人,比李逵还痛心,只是他们二人看透了宋江的为人,深知提出反对意见,并不会产生任何作用,就选择了沉默,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,是非常不想接受朝廷,为何要这么说呢? 先看一下林冲,他本来是禁军教头,拿着不错的薪水,有着体面的身份,后来遭到高崖内多次陷害,被迫之下来到了梁山,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,林冲看透了朝廷的腐败,只想在梁山上跟着朝盖混,大块吃肉,大碗喝酒,不用勾心斗角,林冲虽然没有多深的心机,但他也不傻,把宋江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, 记在心里,当朝安之事不可逆转世,林冲没有说什么,但他心如明镜,一旦真的被朝安了,绝大多数好汉将没有好的结局,不是被当成炮灰,就是被奸臣所害,后来,林冲在争方腊后身患重病,几个月后就寒恨而死,再来分析一下公孙盛,这哥们精通倒数,把力极为高强,估计也擅长想念之术, 他原本想以心服佐朝盖,好好的经营梁山博,但宋江的道来大乱了他的计划,公孙盛一眼就看穿了宋江的心思,认为跟着他混肯定会很惨,但他又不能直接告诉朝盖,否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嫉妒心太重,于是,公孙盛就找个借口离开了,到山中继续修炼他的道士,虽然嘴上没有说, 但他心里却打算永远不再回来,估计宋江也看出了,孙盛看自己不爽,觉得他不好驾驭,但在遇到腰法莫测的高连时,还是厚着脸皮让人请来了公孙盛,能掐会算的公孙盛,在平平怀惜后果断辞行,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, 关注微信公众号是学界的9527,了解更多显为人知的历史,也许,密文全都